哈囉各位朋友歡迎來到我們的頻道 喜歡我們頻道的朋友記得幫我們按訂閱加分享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今天來分享一道熱炒店從來都不會缺席的料理 那就是蔥爆牛肉 我們首先要處理的就是來醃牛肉 好那我們先撒一些白胡椒 然後再淋一點醬油 再加一些橄欖油 接著我們就下一些蛋液 然後再加一些太白粉 那接著我們把牛肉用手把它抓均勻 我們讓牛肉大概醃個2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那這裡我們準備的材料很簡單 就是洋蔥 青蔥 辣椒 還有蒜頭 這樣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的螢幕就是我們今天的材料表 接著我們就起鍋熱油 這裡的油可以放多一點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這裡的油除了要炒牛肉以外 還要炒我們的辛蔥兩個油 那油熱了之後 我們把牛肉放下來 我們盡量在最短的時間把牛肉炒上 牛肉稍微炒一下就好了 不需要炒到全熟 只要它稍微有點變色 我們就趕快把它撈起來 那我們利用鍋中剩餘的油 先把蒜頭放進來爆香 那等蒜頭味道起來的時候 我們就把洋蔥放進來炒一下 那我們炒到洋蔥有點半透明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剩餘的青蔥阿 還有辣椒也一起放進來拌炒 那接著阿 我們就把剛剛炒好的牛肉也放進來 那接著我們就淋一些米酒阿 再加一些白乳膠 然後再用一些醬油膏阿 或者是蠔油都可以 接著再加一些白糖 這裡的白糖可以下多一點 然後再加一些雞粉 再加一點點的鹽巴 接著阿 我們將所有的調味料攪拌均勻之後 再淋一些香油就可以準備起鍋了 熱炒這類的料理最適合 讓你可以約三五蠔油 在週末的時候 下班宅在家裡面小酌雞杯 疫情實在還是別亂跑 留在家裡比較安心 那我們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有問題歡迎提問 我們下集見 我們集中的細胖 來看 booth Knowledge 你是 還有什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